奔驰宝马奥迪 可以说是国内消费者心中公认的三个豪华汽车品牌 同样的豪华汽车品牌 他们三者之间的见证肯定是免不了的 所以他们想要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 就必须不断推出能够吸引到消费者的汽车 就像奔驰 现在就有新动作了 奔驰在放大招 AMG GLE 43轿跑ACV 特别版上市 下辆发升200台 这款特别版车型已经亮相 就迅速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 没办法 让人家拥有高颜值呢 AMG GLE 43轿跑ACV换成 特别版的前脸依旧采用的是奔驰驾驻式的设计语言 所以整车看起来很是豪华 再加上这样汽车是换成特别版本 所以还在心底隔身的下方加入了亮眼的橙色失调 除了这部分的橙色因素之外 这款汽车还在轮圈上也加入了相应的橙色装饰 橙色元素与整体车身颜色搭配起来 基本中又带有一些年轻气息 在内饰上 AMG GLE AMG GLE43轿跑ACV换成特别版车型 与先款GLE43轿跑ACV比较相似 大体上没有太多的改动 但是同样的为了突出 橙色特别版这个主题 汽车又特地在座椅和脚垫处 加入了些许橙色元素 所以原本显得成本的设计风格 也因为这个起初亮眼的橙色秀饰之后 而变得相互明亮起来 三种里上 AMG GLE43轿跑ACV换成特别版 将会搭载一款3.0TV6发动机 同时与之搭配的是一台9速自动变速箱 此外这款特别版车型 还将会搭载四驱系统 这也将带给消费者更好的驾驶体验 这款AMG GLE43轿跑ACV换成特别版 售价预计为107.88万元 而且全球方面的只键量发售200台 所以如果看中的话就要早早下手 要不然的话可能有钱 未必买得到了